6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这条新闻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给我们惩治台独分裂分子 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法理基础 就这么说吧 假如今天 现在此时此刻 解放军就登了岛 我们活捉了赖清德和肖美琴等人 请问该如何处置他们呢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罪大恶极的 是台独分裂分子 非常的该死 可问题是 目前还没有一条法律 或者是意见里面明文规定 该如何处置他们的 这一块就存在着法理上的空白 在此之前 我们虽然公布过一批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 苏贞昌 游熙昆 吴钊 还有肖美琴 顾丽雄 蔡奇昌 柯建明 林飞帆 陈娇华 王定宇等人 就赫然在内 但我们对他们所做的只是制裁 所公布的措施 注意用词啊 当时说的是 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什么叫惩戒啊 惩治过错 警戒将来 还是属于比较客气的 比如我们当时所公布的惩戒措施就有 禁止上述人员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 个人进行合作 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牟利 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 依法终身追责 然后还对游熙昆担任董事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吴钊燮担任董事长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实施制裁 禁止其进入大陆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大家也能发现 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层面上 对于这些台独顽固分子们所实施的惩罚 希望能够通过在经济利益上的痛击 来倒逼他们早日认清形势 悬崖勒马 可是效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不光是选出了赖清德上台 而且他还在就职演说上公然称台湾我为国家 加上最近一段时间的美国对台军售 以及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搞事 这一下就给岛内的那些台独分裂势力们看到机会了 似乎他们已经占据上风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重拳出击粉碎掉他们的幻想 所以第一步 我们就是得先将法理上的空白给填补上去 在经济制裁已经无效的情况下 那么国家强力部门就要出手了 我们就得通过法律手段来威慑 并且惩治他们了 在这一次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意见里面 就明确规定了 在台独分裂犯罪集团中 其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03条第一款规定的首要分子 具有以下行为的认定为罪行重大 一直接参与实施台独分裂组织主要分裂活动的 二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 三其他在台独分裂活动中起重大作用的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 一多次参与台独分裂组织分裂活动的 二在台独分裂组织中起骨干作用的 三在台独分裂组织中积极协助首要分子实施组织领导行为的 四其他积极参加的然后就是定罪量刑 对于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谁是首要分子 这已经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情 这就相当于是在给赖清德之流已经安排好后事了 当然了我知道看到这肯定有人要出来表示不懈的 是不是想说这是大陆制定的法律 管不到台湾台湾还没统一呢 对吧 就在这份意见发表之后不久 台湾的陆委会就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台湾省不具有司法管辖权 我们的法律与规范对台湾人毫无拘束力 所以大家尽管安心千万不要害怕 另外陆委会还提醒台湾省居民慎重思考前往中国大陆的必要性 也呼吁在大陆的台湾人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看到了吧 你回应就回应 最后还得挑拨离间一下 其实这就已经说明他们慌了 所以这才会绑架全体台湾人民 想让2300万人和他们站在同一艘船上 想变成利益共同体 一起和我们对抗 可实际上我们的这份意见完全就是针对台独顽固分子 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去的 这和普通的台湾民众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正常来旅游就旅游 来上学就上学 只要你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和平统一的 我们欢迎还来不及 统战还来不及呢 又有什么注意人身安全的必要呢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他们慌了 他们真的害怕了 这才会急不可待的拉着全体台湾人下水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慌呢 因为之前这帮人是躲在暗处的 我们不好动 而现在就像是被上了染料的绿毛猪一样 已经从人群中给分化出来了 至于我们对台湾省没有管辖权这件事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可以参考缅北 以及以色列的内塔尼亚湖 当初温州市公安局对缅北明学昌及其家族发布通缉令的时候 网上部也是同样有一帮人在嘲笑 中国政府对于缅甸北部地区没有管辖权吗 你一个市公安局难道还能跨国执法吗 结果还没等我们跨国执法呢 就有人就乖乖把明学昌的尸首给我们自己送过来了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珍珍也被缉拿归案移交给了我们 后来公安部对另外三大家族发布悬赏通缉 结果同样的依然有人跑来冷嘲热讽 然后大家也都看见了 白索成 魏怀仁 刘正祥全都被押解到了昆明机场 还有白索成的二儿子白应苍 曾经的他号称缅北四少之首 各种炫富对着镜头展示他的名表 结果下一秒他就变成了这样 一夜之间老了二十岁 头发都快没了 要不是胸前挂块牌子 我还真认不出这是堂堂的白家二少 这一幕简直堪称是最强转场啊 缅北隶属于缅甸北部 这不归咱们中国管啊 可最后还不是乖乖把这帮和中国人民为敌的蛀虫们给绳之以法 虽远避诛了吗 台湾省当然不能和缅北相提并论 但道理却是一样的 我们以前总是喜欢统称台独分裂势力 这个面可太广了 不好定义啊 而现在呢 我们针对台独顽固分子出台了意见 再配合着之前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名单 照方抓药就行 之前在谈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 曾经讲过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他真的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别看他现在是以色列总理 可你总有卸任的一天 他在台上得罪了那么多人 国内是肯定待不住了 那么内塔尼亚胡就只能仓皇出逃 躲到其他国家去 可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有123个 包括英国 法国 韩国 日本 西班牙 意大利 澳大利亚 清西兰 荷兰 这里面好像没有美国啊 美国和以色列关系那么好 内塔尼亚胡完全可以退休好 躲到美国当于工去啊 可问题是 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是很好 亲儿子和亲爹的关系 但你内塔不是啊 拜登让你停火 你不听 让你不要搞伊朗 你跑去炸人家大使馆 这几次三番下来 拜登心里面能痛快 假如内塔尼亚胡要去美国 他也是能去的 刚去的时候 关注度很高 可是过了几个月 几年之后 大家不再关注你了 那么危险会不会就随之降临了 毕竟他是49年的 75岁的老头了 遭遇点什么意外了 心脑血管疾病啥的 那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得知国际刑事法院 对自己将要签发逮捕令的时候 内塔尼亚胡如此害怕的原因 再说回台湾 咱们就具体到赖清德这个人来说吧 按照新出台的意见来看 这家伙妥妥的首要分子 枪毙十分钟起步啊 台湾省是肯定不能呆了 说不定哪天武统 我们登岛就给他现场正法了 那么只能跑 能跑到哪里去呢 截至目前 现已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有183个 其中包括纽埃 库克群岛这两个主权国家 而和台湾省保持邦交的国家 只有可怜的12个 分别是范蒂冈 斯威士兰 图瓦卢 马绍尔群岛 帕劳 威地马拉 伯利兹 海地 圣基茨 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以及南美洲的巴拉圭 这些国家为啥之前愿意和台湾保持邦交关系呢 因为钱全都是靠杂钱收买的 现在台湾省都回归了 谁还给他们钱啊 相信我 到时候 这帮人绝对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根本不可能收留赖清德的 有人说了 你这说的不严谨啊 赖清德不是和西方关系很好吗 他可以去美国啊 要清楚一点 美国人之前对你好 那是因为台湾还在 可现在台湾都被武统了 高铁都已经修起来了 你还有啥利用价值啊 皮脂不存 毛浆烟腹 且不说拜登会不会暗杀内塔吧 只要内塔想去 美国人在台面上是肯定不会拒绝他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是犹太人啊 这三个字就足够了 而你呢 赖清德 你也配姓游 变季 父 福 '. 的